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知路上连受挫折 他该怎样规划人生 今日说法问题播出 从头再来 今天我们这个明说法 最终代表建议 轻听真的心情 关注的意料处 这是今日说法 今日会议特别的报道 两会已经拉开了大幕 在会议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很多都是围绕着明声 明情 那么从今天开始 今日说法的两会特别节目 小大七日谈 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到热点话题的现场 去和焦点人物面对面的对话 把最有热度的明声故事展现给大家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关乎到一个群体切身的利益 那就是农民工秀业的问题 请大家跟我来 我们现在来到了西路打工俱乐部 在北京的一个地面服务站 这个打工俱乐部通过电视 电话互联网 以及各个城市的地面服务站 共同为农民工搭建了一个求职的平台 而且在这个平台之上 他们还会为农民工提供就职的培训 拓宽他们求职的渠道 你看这里有一个企业面试室 你好 几位都是来找工作的 这是在等着面试 那祝你们成功 面试能否成功 将直接关系到他们一家人这一年的期盼 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人 也在为了找工作而奔忙着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挥的报道 黄燕是湖北省黄石市的一名外出务工者 2008年9月失业返乡后 他一直在努力地找工作 找工作后来一直找 总是白天早晚又回来 好有思路感 就是没找 总都没有找到胡思的工作 黄燕一家有五口人 孩子读小学 再加上两个老人 生活负担很重 全靠他与丈夫来供养 原本两人在外地打工 每月能赚三千多元 这一下子工作没了 生活就陷入了困境 总是家里的经济来源吧 就是好像带来这个牛舍一样 好像都没什么收益了 家里的老人或者小孩子 吃啊穿啊 都要开销 我觉得很难啊 2008年11月 黄石市举办了一场返乡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 黄燕决定再去试试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去招聘会了 前几次都是无功而返 招聘现场 一家服装企业的用工信息 引起了黄燕的兴趣 他们要招车卫工 因为以前在服装厂当过保管员 黄燕就想试试 因为不懂技术 这家企业委婉地回学了黄燕 接下来黄燕看到了一个制检工的岗位 待遇不错 每月1400元 这让他有些心动 这回黄燕同样被企业委婉地给拒绝了 接二连三的碰壁 让黄燕感到有些垂头丧气 但他还是坚持着想再努力一下 我们之间的制检工都是熟练工人 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很失落感 没什么事 这一天小雨细细细地下个不停 可这并没有影响到人们求职的热情 整场招职会提供了几百个就业岗位 涉及服装车床 微电子等多个行业 但最终求职的签约率却是很低 今天来找工作了吗 找过了 感觉怎么样 很失望 没找到 有我自己感兴趣的 但是他们我没有技术 让他们不要我 几家面试都被拒绝 一波又一波的打击 也让黄燕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他甚至怀疑自己 还能不能适应目前这个社会 你会做这吗 我也不会 你会做那吗 我也不会 后来人家 这不会那不会 你还想来赚钱呢 有人这样说 后来我眼都不知道 我哪里都 后来真的 只有经了头 这不会做 今天我们小萨七日谈的谈话现场 就设立在西路打工俱乐部里 参与到我们小萨七日谈的谈话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村部部长韩俊 你好 欢迎你 还有一位呢 就是刚才我们在企业面试室里 看见的来到我们这个打工俱乐部找工作的 一位农民工求职者 余大姐 你好 余大姐 你好 欢迎你 其实刚才余大姐也看了那个黄燕的故事 前几年是什么形式 我都到北京打工有五年了 一直都做月嫂 前几年打工更没感觉 就是说是怎么那么难 但是说是今年 我这来到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 我也没找到工作 您现在找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从哪就是招手开始 哪的信息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对今年总体的农民工就业的形势 您的估计是什么 这是新世纪以来 农民工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去年以来 有两千多万农民工下岗 回到老家 去年国务院专门制定了相关的政策 那么第一个政策 就是我们要通过开展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一些就业掌位 那么现在很多公路啊 铁路啊 很多建筑工的一开工 现在就业机会就来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要政府要加大投入 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力度 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机工啊 那些高级机工啊 现在还是短缺的 所以说要解决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啊 最根本上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 因为找不到工作 到2008年11月 黄燕已经在家里闲了两个多月 这段日子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人啊那个时候很焦急 不知道怎么搞下去 好像生活啊 好像好难好难 后面路很难走一样 后来黄石那个政府教育局嘛 后来就搞一个培训 所有人就问我去不去 听说有技能培训 黄燕的眼前一亮 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可又担心自己交不起学费 结果等报名时 黄燕听说只要有村委会开出的进程务工证明 他们的培训就全免费 政府跟我们去来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分钱 2008年12月 培训班如期开班了 因为以前在服装厂也待过 这次黄燕就选择了与服装生产有关的培训课 和他同期的学员有90多人 都是返乡的农民工 想让自己有个多一点的手艺嘛 然后想长个好一点的工作 那你以前没学的之前在哪里 没学之前在广东党 在这里学的话 老师手把手的教的话 裁剪方面就也基本上都会了 这种技能培训主要是以实际操作为主 刚开始学 黄燕也是什么都不会 总出差错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他们教我怎么样开始 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就是学了什么 就是一手一手的教 就这样 从在样品部上走直线开始学习 黄燕慢慢学会了锁边和缝等各种实际操作技能 而在培训老师的不断鼓励下 黄燕也在学习中逐渐找回了自信 我这个人呢 就是什么特长没有 他能接受能力还是可以的 经过老师一直到 之后我就是很学得快 一个月之后 黄燕通过了培训考试 顺利地拿到了技能证 有了一技之长 黄燕也开始琢磨着重新去找工作 像黄燕这样 在黄石市参加劳动技能培训的学员 当时有几千人 他们有的学缝纫 有的学电工 还有学美容美发的 总共有39个专业 供这些学员们选择 可学员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学完之后去哪找工作 为了解决学员们的就业 黄石市劳动就业局积极搭建就业信息平台 给学员们免费提供各种就业信息 并鼓励当地企业用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同时政府也给予这些用工企业 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如果照应联系人员之后 我们还给他进行 实验补贴 比如说养老保险 我就给我们黄石市是28% 其中单位较大是20% 20%是钱补 实验保险是3% 其中单位较大20% 我全部补贴 目前通过当地政府的推荐 黄雁已经到了一家服装企业上班 做车卫工 待遇也不错 每月一天多元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黄雁很是珍惜 而对于自己的未来 黄雁则有了新的人生规划 以后的生活 我肯定还要继续加强我的继续吧 我肯定还想加强我的管理方面 以后想搞个管理人员吧 学也要学 如果说现在 比如说咱们这个大工俱乐部 给您提供培训 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您可能得先学这个技能 这一两个月时间 您能等得了 我等不了 因为在你表面等不了 说这个培训呢 对一些很年轻的一些 农民工来讲啊 应该是一个 参加培训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但是像于大姐这个年龄呢 可能有点不太现实 我想像他这种情况啊 要帮助他的话 最重要的是要通过 像西路这样的一些 现代化的一些就业信息平台 那么要让他呢 这个很快的能够 找到他想干的工作 如果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心情的话 自己创业 这个您想过没有 我也想过 但是说是 在那个资金上 我没有那么大的 也就是说是资金 您和您爱人 如果自己创业的话 你们曾经想过的是 做什么行业 我们曾经想过 就是开一个小饭店 这个资金投入 大概要多少钱 大概也得四万多块钱 但是就家里面可能 拿不出这笔钱 去年呢 我们这个对3300多位 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啊 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根据这个调查呢 农民工他要回去创业的话 他们初始的资金需求啊 最低都在五六万块钱 所以说呢 现在啊 这个中央 包括各级政府啊 也都提供 也提倡啊 要为创业的农民工啊 提供必要的服务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服务 就是信贷 就是说你需要创业 符合条件的话 不需要担保 那么就可以带到三五万块钱 而且这个方面的这个政策的推进力度啊 正在加快 其实啊 比如说像月嫂这个行业 你倒是可以琢磨一下 这个成立自己的一个小公司 是吧 你过去自己当月嫂 你现在可以培训月嫂 可以介绍很多的人出来当月嫂 所以一大嫂 您看您今天没有白来吧 韩国长就现场给您支了一招 您觉得您能干得了吗 有没有信息 有点犹豫 今年在两会上 我们的记者呢 也会就这个农民工就业的问题 去采访相关的代表和委员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会场上的记者 给我们带回来的相关建议 每当春风拂面的时候 就是每年一度的两会召开的时节 无用会言呢 2009的两会 因为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影响 增加了许多并不轻松的话题 舆论认为 2009将会是新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建设最为困难的一年 而在最困难的时候 谁也不会忘记 抵御风险能力最弱的这个群体 农民工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专门对农民工 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支持鼓励 这个创业 然后带动就业 在代表的驻地 去年刚当选的两位农民工代表 也接受我们的采访 现在这个返仙的农民工特别多 他们一手是这个农民工 另外一手又是农民 那么出去打工呢 没有这个技术方面的培训 那么回来种地呢 他们又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就是不会种地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无论是在工还是在农 两个方面都需要培训 对 都需要培训 所以呢 要大力展开这个技术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能力 显得更加紧密 培训过后 他们有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有些年轻人呢 他吃苦的不愿干 农民工他不是说找不到工作 他就想找一个跟自己相适应的对口的工作 这种就很难 他不是这样干了一个艰苦的工作 然后去找 就是您说就是应该干了去找对吧 对应该干了去找 实际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话题 也正是大家关注的交点问题 今天来到这儿 听韩部长介绍了这么多 包括国家的相关政策 包括目前您可以找工作的这么多渠道 您对于今年2009年 您和您家人的期待是什么 全家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债务都还上 您这块再找一个好工作 您爱人再能找上一份好工作 让孩子踏踏实实学习 2009年这个愿望如果实现了 您一定要告诉我们 好 其实也不光是余大姐 相信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 有了每一个农民工朋友自身的努力 2009年 你们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感谢两位来到小萨七日谈 谢谢 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小萨七日谈 提示小萨七日谈 还有我 我有一个说法 我有一个说法 无论一同在 十二比三十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